到青海旅游别再只去青海湖查卡沿湖了 今天带你游览黄园 走 黄园游览第一站丹戈尔古城 600多年历史的丹戈尔古城 至今保持着原生态 城内有很多原住民 古城主街虽然只有800多米 但看点非常多 精美的牌灯 古彩的灯笼 古城的夜景 如如走进千语千寻的童话世界 作为国家级非裔的牌灯 汇集的木工雕刻绘画 剪纸皮银等各种工艺 既实用又是很好的收藏品 英国人办了人际洋行 见证了丹戈尔古城的繁盛 它是旧中国外商在黄园经商的历史见证 如今在洋行内 还能看到当年使用过的物件 以及银行汇票账本等 鸿海门国祖阁 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 这里还有中国最西边的城隍庙 中国最西边的文庙 城隍庙内都是清代建筑 雕刻壁画十分精美 庙内还悬挂着乾隆皇帝 玉笔的牌匾 文庙也是儒家文化 传播到西部边陲地区的建政 博物馆馆藏文物3800多件 国家一级文物12件 每一件都是精品 日月黄园唐波古道 黄园游览第二站 日月山 七月的青海 真的是大自然的调色盘 去日月山途中 碧绿的草原 金黄的油菜花 美得让人挪不开眼 金帆 牦牛 牧民 这就是海拔3520米的日月山 带给我的感动 当年文庙公主抛下了日月宝镜 历史上的丝绸拦路 唐波古道 唐朝与土拨的分界 日月山见证了茶岩 茶马户时的繁盛起落 最早修建了青藏公路 从日月山崖口穿过 这里也是青海进入西藏的门户 在古道博物馆 追溯那段逝去的历史 在中国地理界时 见证东西两侧的与众不同 在这个既有风景 又有人文历史的地方 来自新年之旅 黄园游览第三站 小高宁村 另一眼看见的时候 我真的被惊艳了 这地方太美了 关键还不收门票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绿油油的青柯 层层叠叠的梯田 好像走进了油画中 这个海拔2700米的小村子 夏季气温只有18到20度 超适合避暑 这里是自驾游的天堂 露营 住宿 吃饭 还有很多游玩体验设施 彩虹滑道 卡丁车 滑锁 VR体验 亲子游乐园等 超适合周末休闲游 和家长带小朋友来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小高宁村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 先被门凭借自己情郎的双手 治山治水 让昔日平洁的土地 焕发新貌 这就是感为人仙 实感善成的小高宁精神 黄园游览第四站 中加沟 这里有海拔三千一万米的高空玻璃桥 有梦幻般的云上草原 小木屋 木栈道 来这里体验一场高空探险之旅 海拔三千一万米的高空玻璃桥 第一次走这么高的高空玻璃桥 摩坦 滑道 每一项都刺激着你的神经 说完景点 咱们再来说说美食 黄园必吃美食推荐 黄园里集青海山梢 土火锅 狗浇尿 酸奶 甜胚 狼皮 无辣羊头 无辣羊蹄 每一道都是舌尖的诱惑 在黄园玩的三天 我们都住在黄园县城 酒店标间两百多元 各个景点都不远 白天出去玩 晚上回来住宿 很方便 顺便说 这个季节来的话 还是避暑的好地方